三支Valentino的唇颊霜我们来试色一下 第一支151是那种饱和度比较低的 杏仁奶茶色调 单单上这么一层 然后用手轻轻划开它 上嘴很轻薄 然后是完全霜的质地 很好很好用 它无论搭配你任何的妆容 或者是穿着打扮都能够很协调 就一层现在看上去就好像 我自己本身的唇色是这样子的 我非常喜欢这样子的效果 再叠加一层 叠加了以后它里面那种 橘调一点点的奶咔色 跑出来更加的多 整个人看起来会很柔和 很温婉 151在这巨腿 完全适合所有皮肤的一支颜色 它这个系列很容易写 就单单的卸妆水 都能够把它卸得干干净净的 第二支77A 它是那种裸棕色的 泰系奶茶的色调 这颜色跟刚才151比的话 它会比较浓比较深 所以可以这样轻轻上一层 然后用手指这样推开 这个系列用手指推 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它很像慕斯的感觉 轻轻薄薄的上那么一层 是不是有那种日杂感的颜色出来 它们家这个唇甲霜 单单上那么一层 我觉得它就很好看 很自然 不管颜色是多么艳丽 只要你用手拍开 或者嘴抿开 整个颜色色系就 变得非常的雾 非常淡 非常好看自然 我们叠加第二层 两层的效果 它那种棕色调跑出来更加的多 这支叠加还挺有港心的那种感觉出来 77上两层的话 它是有复古感的 但这颜色比较适合带妆去画 给大家凑近看这颜色 好看 好看 但是叠擦的话一定要带妆 最后一支是不太火爆的110这个色号 它是那种非常美好的那种樱桃樱花色 跟其他色系比的话 是不是感觉这个颜色不太符合我的风格 这一支我觉得它上嘴以后 就是很自然 这个真的是我觉得非常适合我们亚洲人 去想要画裸唇的时候 那种裸色系的唇膏 它上嘴就是那种裸裸的感觉 但它并没有让你气色变得不好看 是不是 整个人看起来反而有点青春 有点活力感 上两层看一下 10这支上一层会比上两层好看 它那种有点裸色系 但是又有点粉嫩感的效果 能够让你看起来更加有年轻度 这支我觉得它是有点低调 有点闷骚的感觉 那这三支颜色当中最推荐的就是151这支 如果你只想买一支的话 151必须入手